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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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上往下看,牌楼采用线子金线大点金手法进行彩绘,牌楼正中书写《正阳桥》三个金色大字,这与历史记载完全一致。 现在大家乘坐了就是被老百姓俗称为青江车的前门油轨电车,1914年12月17日开通,随后油轨电车迅速发展起来,成为了当时北京重要的高速工具。 由于公车运行时,自己要靠买踏同龄搭出飘飘的小声来提出轨轨电车所带气,推出了历史舞台。 现如今,老日重新,消失了几十年的飘飘车重回前门大街。飘飘车的精明声韵在有着六百多年历史沧桑的前门大街重名。 是国泰民安的吉祥之声。 前面就是前门大街最重要的节点。 用新的大百年的历史,明代初期为了解决北京人口减少商业萧条的问题, 明城祖租地从南桑迁来大批富户,既增加了人口,又为前门的商业活动奠定了基础。 明代中期,前门大街商业经营日益发达,两侧陆续出现了鲜鱼口、珠室口、梅室口等集市和街道。 前门大街才成为一条商业,黄泉的尊严、契院、茶园等,只准许开设在城外。 于是,前门大街比较以前又有了进一步的繁荣。 前面这条胡同就是大江胡同。 大江胡同城湾区是顺应古三礼盒的自然走向而成,体现了天人合一、自然天成的理念。 是前门外胡同基礼的典型代表,东面是台湾会馆所在地。 现在我们车辆行驶的道路中间就是著名的白石玉道。 自名城祖朱地迁都北京以来,这里就是皇帝去天坛、仙荣坛祭寺行走的白石玉道。 为恢复前门大街这一历史风貌,在21米宽的大街中,全长840米的白石玉道。 所用石材与故宫内太和殿前的铺地石材同出一地。 前门大街是老北京市井风貌,实际文物保存最完整的地区之一。 为了更好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,最终确定前门大街按照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风貌修盛。 清代文人余清源在春明同坛中是这样描述。 这就是前门大街,您可以在这里踏白石走遇到,领略老北京的万种风情,感受华夏文明。 当您成幸而归时,自然会留下一丝丝前门情怀,带走一缕缕古运飘香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点逐渐流。 我想,您可以在这里踏述。 对面团的人还有一段话。 现在是这个描述的风格。 正在这里用支援的风格。 很爱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